母后 母后 这么晚了 不好好睡觉 过来做什么 母后 孩儿听说 霓裳垫起了火 现在怎么样了 那小贱人烧死了没 死 哪有那么容易 被你父皇身边的侍卫给救了 还说他瞧见了 什么牢狮子人影 害得本宫辛辛苦苦安插的人 都被带走了 什么 那那些人会不会 什么都说出来啊 本宫选的人 自然都是绝对安全的 哪怕是死 也别想从他们嘴里 掏出一个字来 倒是云长 似乎有点不对劲 平日里从不会 忤逆本宫的意思 接着皇上 要将那些下人 带走的时候 他却 白日里我去看他 他也是完全没有搭理我 想来 是被吓到了吧 他一直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这些日子 也没有什么异常 他那般蠢 哪里会有这些心机 母后 你想太多了 对了 白日里 我听莲心姑姑说 觉得 他是中了邪 让我们给请个道士 和尚什么的 给曲曲邪呢 曲邪 倒真是应该 曲曲邪呢 母后 可是有什么好办法 福尔过来 公主 皇上让奴才 带些人来给公主选 说是侍候公主的 公主您瞧瞧 喜欢的就留下 不喜欢的 奴才便送回去 近身侍候的 宫女太监 本公主 各选两个便好 其他的 公公便瞧着合适的 给我随意挑选吧 人不要太多 够用就行 你叫什么名字 回公主 奴婢叫秦一 看起来倒是个能干的 便跟着本公主 做本公主的贴身管事吧 皇上将清心殿 给了公主 父皇还在和朝臣议事吧 那本公主 就不去打扰她了 公公待会儿 带本公主 向父皇道声谢 本公主便先 带着这几个下人 回清心殿了